柯文哲最近很红 他红得莫名其妙 媒体也都配合他一起红 可是我们应该要代表人民的力量 要监督他之所以红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来看他讲了什么话 柯文哲他说 他入党选票可能会少5% 但不入党呢 有担心 没人力 没钱 一切要从头开始 还蛮累的 他讲的是实话 但这个实话说出来 让我们不禁怀疑 参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柯医师他在这个新闻最后面讲说 他没有那么阴险 我想柯医师可能不阴险 但我认为他非常滑头 为什么呢 他由以来摆过来摆过去 最后他担心什么 只担心说自己多5%少5% 我们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柯医师提出了任何的政策 任何的理念 只看到他讲了一次说 如果我当选台北市长 在台北市的年轻人可以到外县市去买房子 我真笑 现在情况不就是年轻人要到外县市去买房子吗 那你选上不选上到底差在哪里 我们看不出来 柯医师还讲说 他看了蒋卫水 很感动的 眼泪都流下来了 他觉得蒋卫水没有完成的事情 要由他来完成 我觉得很可笑的是 柯医师你自比自己是蒋卫水 问题是蒋卫水当年他要搞民主 所以要搞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 他会在乎 我跟日本人走近一点 还是离日本人远一点 会多5% 少5% 我有没有钱 我有没有人吗 没有 人家义无反顾的去推动 他想要推动的事情 那我不懂 你连一个入不入党 你都说不出来 还想要赚这种投机财 到底你的理念是什么 所以大家在讨论 入不入党 不应该是讨论的是 入党能够贪过这些钱 可以得到多少的理由 应该去讨论的是 你立这个党 你信用的理念是什么 你要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重点 所以今天不管你入不入党 重点是 你要告诉我们 你的理念是什么 无党籍 那也是你个人的理念 如果你要选定了一个政党 出来参选 那你就应该义无反顾 对这个党的理念 你是不是能够始终如一 去捍卫这个政党 所代表的信念 这下期 真正的重点